军官十分愤怒地看着 手下培养的军权 竟不肯钻进坦克底下送死 于是他当即掏出两只狗仔 静止丢入坦克底部 歐妈妈健壮 义无反顾地冲入坦克之下 这就是当年苏联 为了打败德军的铁甲坦克 所培训出来的自爆权 看到这里只要在评论区留下888 在新的一年里 各位必将家庭美满和睦幸福 2024年顺风顺水发大财 然而尽管这很残忍 但一开始的计划也并非如此 可实施起来却总是意外贫乏 军犬一旦没听到信号 不是四处乱跑 就是将炸药随便投放 因此经过不停地将此方案优化 最终才不得不选择牺牲军犬 无意外的 人群中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但这其中的利比 哪怕是爱狗人士 也没有任何理由反驳 一辆坦克将会杀死无数的同胞 而一只狗的牺牲 能够炸毁一辆坦克 救下无数同胞 虽然苏军也不想用这种残忍的手段 可当下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然而想要培训这种反坦克自爆拳 也绝非一时 首先要想些办法 让军犬主动跑入坦克底下 不过这很好办 只要饿他个几天 再把装有粮食的铁盆 往坦克底下一丢 军犬自己就会钻入坦克底部 但这也只是在坦克禁止的状态下 而等坦克启动后 军犬出于求生的本能 根本不会跑入底下送死 于是军官当即掏出两只小狗仔 只要培训出合格的自爆拳 哪怕在残忍 也好过钻入坦克底下的世人 在这种残忍的手段之下 一只只反坦克自爆拳 就这么被训练了出来 可当他们真正投入实战当中 却出现了苏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意外 面对德军的进攻 苏军当即解开自爆拳的束缚 军犬和计划所想的一样 静止地冲向坦克 经过多日的陪伴 他们早已将军犬视为了自己的战友 一名士兵 竟做出了令所有人震惊的选择 他把炸药包从军犬身上拿起 紧接扛着炸药包 静止冲入战场 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向严厉的苏联军官 竟为了手下的安危不顾死亡的威胁 只身上前想要将其拉回 但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 下场可想而知 反正横竖都是死 军官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拉动了炸药的引线 德军的三辆坦克现在只剩一辆 然而许多军犬目睹了冲向坦克的下场 都愣在了原地不肯上前 面对德军的钢铁猛兽 苏军已无了任何招架之力 坦克肆意地炮轰苏军阵营 等待他们的无疑只剩下死亡 就在这危机关头 一只军犬看到主人的落难 竟不顾危险地静止冲入 在这关键时刻 救下了所有幸存的苏军士兵 至此影片结束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1941年的东部战线上 苏联耗费大量精力 陆陆续续培训了 三万三千余之自暴卷 然而投入实战中时 却仅摧毁了德军三百辆坦克 这笔代价究竟是否值得 我是镇军 主页还有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